一直以來,我都非常憧憬於1950-70年現代主義的住宅風格 過去也曾想,若自己的家能復刻出那時代的樣貌 一定是非常療癒的一件事 這裡只有我和太太兩人住 我們想將這45瓶三房的屋子打造成最理想的空間 融入藝術來調適工作長期高壓的狀態 特別嚮往世紀中期現代主義的風格 充滿活力、強烈的色彩 就像米羅的作品 即便融合了黃、綠、藍、紅、多樣色彩與媒介 人人呈現統一和諧的美感 這幅畫啟發了我 將空間巧妙分成四個層次 地區黃,代表了生活主要核心 它相對溫潤,也最接近暮色 經常坐在這裡聽音樂 太太就坐在對面的餐桌工作 一待就這好幾個小時 而這張餐桌是它在裝修前就定下 Casina柔美的曲線總能深深吸引著我們 這也間接影響了其他家具的型態 留下最純粹的線條 當時很豐名的線板 瓷磚造型也隱藏在各個角落 抽到Mark Rusko抽象畫作的熏陶 以一千多塊大小不一的瓷磚作為記錄 其中轉角處的瓷磚 更能看出我和設計師對於細節的追求 這份偏執延伸 延伸到層下的抽屜把手 甚至抽線孔都刻意置中對齊 一些設備的散熱孔 維修孔的符號,靈感同樣來自米羅 它優雅的節奏 從此轉化為防門把手 從平面變成立體 延續它的精神 第二,綠色是相對平靜的顏色 也原置Casina的樹桌 在這裡辦公心情感覺非常沉穩 雙開門的造型也非常有儀式感 第三部分,藍色 那是一種直覺 也是我第一個馬上就決定的顏色 廚房是太太很重視的區域 就以她的喜好設定成沒有自行 後方整邊的電氣櫃 設備全部嵌入櫃子裡 散熱孔也隱藏起來 在檯面與收納空間都非常完整的情況下 也不會破壞整體的時間感 這裡設計師安排很有趣的巧思 具象化吃飯的行為 以牙齒造型結合手把 義工的安排 有的靠右,有的自中 最後第四個部分 紅色做為局部的點綴 焦點留給窗頭板 它呼應著馬賽克磁磚的圖騰 並隱藏登具開關與插座 看上去就像一幅很簡約的畫布 不打亂資訊 更衣室規劃在衛浴旁 盥洗更衣室也更為方便 看著自己細心規劃的地方 如同一鏡到底的電影那樣的流暢 我想也應證仿古成說的 藝術永恆不朽 它超越時間的束縛 永遠存於人們的心中 儘管再過好幾十年 它依舊經得起時間的淬煉 是最經典的